当我们可以用空气去移动东西 孩子会觉得这是有趣的学习 一开始 您和孩子可以收集一些小物件 像是一张打皱的纸片 一根羽毛 一块石头 或一只铅笔 然后当你向他们吹气去 他们可以看见哪一样会移动 您可以说 有些物件比其他物件更容易被吹动 这个活动帮助孩子了解 即使我们看不见空气 它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东西